您现在收听的是 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谛节目 若惠法师 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 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弟子 生于信佛之家 1979年法师于年华正圣之际 在台湾李千佛山菩提寺白云禅师座下出家 法师学佛不拘一门 而能生气佛教经藏义理 通习各教派理论 出家之后数年进入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深造 1990年以金刚般若波罗秘经空义的研究为主题 完成硕士论文 1996年若惠法师赴美参访深造 数年之后 法师以律己德行及言传深教 于2004年在旧金山华藏寺开寺 容认该寺首任监院及副住持 2015年升任华藏寺住持 多年来着重教育工作 为佛门培育出许多优秀弘法与寺院管理人才 欢迎我们的听众准时收听 《借心经》《说真谛》这个节目 我们每一期的节目 在这个经文诵读之后 也会请来特别来宾 我们也会请法师 会针对在佛教里面 或是在这个经书里面 各种的问题会和大家结一打获 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华藏寺的助持 若惠法师 法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法师我想请问 在您的印象里面 到现在为止 因为您是华藏寺的助持 您也曾经参加过 举行过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法会 在华藏寺里面 有没有哪一场的法会 至今会让你非常印象深刻呢 说到法会呢 佛教寺庙里面呢 总是离不开法会的 一年当中呢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法会 大小不同 形式也不一样 但是呢 如果要说记忆深刻的法会 那倒是有不少 但是限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今天就先介绍两个法会 以后呢 有机会再谈其他的法会 第一个我想介绍的法会呢 是在2008年 华藏寺举行的法会 不仅我自己印象深刻 对当时与会的每一个人 也都是欢喜赞叹 难以忘怀的 那就是引请多吉强佛 第三世保书大法会 因为2008年的时候 是南摩第三世 多吉强佛的佛陀身份 正式公开的那一年 就是那个时候 我们大家知道了 南摩第三世多吉强佛 是法界中 第一尊十祖报身佛 多吉强佛的真生将士 其实呢 多吉强佛第三世 这本宝书 它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 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 当天呢 很多国会参众议员和大使 都参加了典礼 而在2008年6月21日 这一天 在我们旧金山 华藏寺举行的 是全世界首次 引请多吉强佛 第三世保书的法会 这是呢 由国际佛教僧礼总会 率领世界一百多个佛教团体 上千人与会参加 不用说当天的圣典 极其隆重庄严 而又热闹非凡 佛弟子们用最恭敬 和最隆重的礼节 引请多吉强佛第三世 这本宝书 具体的过程 我就不细说了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类众生 用我们的方式来庆贺 这个不稀奇 稀奇就在于 在我们人类的庆典 刚刚结束的时候 就在我们旧金山华藏寺 诸佛菩萨就拉开了 庆贺的序幕 佛菩萨奉上他们 最珍贵的礼物 降下了天国的穷江玉叶 降干露了 降干露了 人们呢 惊呼着蜂拥而至圣树前 此时 晴朗必然 万里无云的天空中 响起连珠泡寺的滚雷声 有如天国的梨花在炸响 只见浓密的甘露 从树枝空间 无中生有的出现 不知从何而来 不知从何而去 如额毛 飘絮般 在树枝间翻腾飞舞 完全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 从下而上 从上而下 自由的穿梭 时而纷纷的洒落在 人们的脸上 身上 香甜无比 千百只手都伸向天空 都希望甘露 加持于自己 但是呢 当你推出这个滑藏寺外 便是干燥的夏日晴空 艳阳高照 那么当天呢 华氏86度的高温 没有丝毫的水积 可是你一走进寺内 圣树笼罩的范围 甘露便翻飞而至 异乡扑比 大家要明白 这个降下来的是 真正的甘露 是来自佛国的圣物 不是我们人间的 所谓雨水啊 或者把自来水念咒 称为甘露 那是假的 而这个甘露 是真真实实 从佛国降下来的 它最奇迹的是 我们能够看到甘露 甘露落在我们的身上 会把我们的头发 衣裳打湿 但是甘露 绝不落到地上 眼见着快要着地 却疏忽间不见踪影 真正展示了 圣物不着翻土 而且香味扑鼻 人们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但这事实就在眼前 人山人海 就在面前轻见 他们醉迷了 有人病痛全消 有人全身酥麻 有人清安喜乐 难以烟表 更有人直入圣境 此时华藏寺 被七彩豪光笼罩着 天国的礼花 还照常在连珠炮 雷声中传来 为多杰羌佛 第三世宝书 做了最殊胜的献礼 这个我们当时拍了录像的 欢迎大家来我们华藏寺 看这盘录像 你们看了之后 就更明白 这是真实不虚的 圣甘露连降了两天两夜 诸佛菩萨以此圣洁赫礼 迎奉宝书 告诉世人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 是至高无上的佛陀 是佛使 2500多年以来 第一次佛陀 五明智慧 在世间真正完美的展现 而南无多杰羌佛 是最伟大的法界教主 这是2008年发生的圣迹 而十年之后的2018年 由世界和平奖颁奖委员会 和世界和平奖宗教领袖 受称委员会 正式颁发世界佛教教皇册封令 还有教皇权杖 给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 确认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 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佛教教皇 那这个教皇令 还有这个权杖 我可以这样子理解吗 那就是佛教界的最高领袖了 当然了 我刚才就是一直在听法师 非常详细 而且生动的这个描述 果然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一场法会 2008年 那十字经你还是记得非常的清楚 刚才你说到这么隆重的法会 当然都是很多高僧大德去参与的 法师当年也在现场 但这种法会 是不是都只能是高僧大德参与 那法会是不是就是这种 非常隆重的集会呢 那我们的普通民众 或者说一般的佛教徒 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参与呢 当时事实上是有公布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圣会 当然了 这个国际佛教圣灵总会 它会有它邀请的这个团体的名单 除此以外呢 都是开放给一般的这些信众 或有兴趣的人 都可以去参加的 那除了有这种隆重的集会 叫法会之外 那其实平时也会有各种 大大小小的法会是吧 是啊 像我们比较例行的 就是一些 庆祝诸佛菩萨圣诞的 这些法会 那有的时候都是诵经啊 回向啊 或甚至有 南无观世音菩萨 大悲加持法会 那么如果在某些节日 像中秋啊 或者是这个元宵啊 过年啊 等等这个时候 也都会有一些祈福性的 为大家呢 祝祷 希望大家这一年 还有这个节日 每一天都能够平平安安 所以不一定是要佛教徒 才可以参与 也不叫大的集会 才叫法会 对 所有人都可以参加 那在上面一段呢 法师您说到的2008年 当时的那场非常隆重的法会 如果大家还是有一些兴趣 想去知道某一些的细节 因为你刚刚是用语言 去跟我们描述 对吧 那如果想看到当时的一些片段 或是一些盛况的话呢 现在还在网上 是可以找到一些片段的 可以在YouTube的上面 可以搜索 对 那华藏司肯定也会有 那个录像带 对不对 就是在我们的网站也有 网站也有 对 大家都可以上网 就可以找到一些片段 好 那法师请您刚才跟我们提到的两个法会 接下来第二个法会的情况 也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吧 我要说的呢 第二个法会啊 就是跟主持人现在的节目还有关系的 为什么有关系啊 因为就关乎到你现在 在节目的前半部所读诵的 《借心经说真谛》 这本至高佛书 那个法会是在圣基寺举行的 当时圣基寺还不叫圣基寺 而是名为三藏寺 那个时间是2014年的3月份 那么第三是多吉强佛说法的 《借心经说真谛》 这本佛书要在香港首发面世 所以为了纪念首发版本的《借心经说真谛》 世界佛教总部特别举行法会 将六部法水混合 加持印章和印尼 然后盖在这个首发版本上面 参加这个法会的法师任波切 差不多上百人啊 开始的时候是由世界佛教总部的主席 陆东赞法王 将他从南无第三是多吉强佛那里 请到的紫金铜波 当着与会大众的面 交给了开出教尊 经过祈祷后沐浴坛城 再由供给仁波切打上清水 当众洗波后供上祈福台 盖上了透明的波盖 法会正式开始 仁波切法师们共同持诵心经 六字大明咒 观世音菩萨圣号 不久呢 三藏寺的外面 可以说是请客间 狂风大作 雷雨交加 滚雷炸响啊 荡极了整个坛场 但是呢 最神奇的是 坛场四周悬挂的帷幕黄帆 并没有被卷起来 一会儿雷声远去了 风雨也停息了 变得风和日丽 降云翻滚了 霞光交错 在大众的金咒声音 刚刚停下来的时候 贡港仁波切正准备 将六杯法水 倒进紫金铜玻璃 结果他发现 玻璃面出现了光芒 他仔细一看 意外发现 原本洗得干干净净的玻璃面 佛陀竟然降下了 红白灰三色甘露 这个时候大家都激动了 每个人都上前去看 紫金波里面的甘露 红如珊瑚 白如鸡血 灰如银鹤 甘露的形体自然 殊胜美妙 不是我们人间的物体 最后把六部法水 倒进去以后 就变成了 由佛将甘露领衔的 七支圣水 卢东赞法王将羊枝 浇上圣水 加持印章和印泥 并且敲响紫金铜玻 以表法银传遍天际法界 利益六道众生 福慧圆满 那重点就来了 为什么这个法会上 佛陀会降下真金甘露呢 实在的说啊 这个法会本来不是求甘露的 而且以路东赞法王 开出教尊 以及所有参加法会的人婆切法师们 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个本事 求到甘露的 远远不可能 想都不要想啊 但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 又没有参加这个法会 那为什么佛陀会降下甘露呢 原因就是 这是佛陀通过降甘露 来表明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 所说法的 借心经说真谛 是最至高无上的 带给众生解脱成就的 宝藏佛经啊 所以现在大家通过电台的广播 能够听闻到南无羌佛的借心经说真谛 真是非常有福报的 那么我刚刚说的这个法会 不仅有完整的录像 而且很多新闻媒体也报道了的 正是因为三藏寺出现了这么伟大的圣迹 所以那么第三世多杰羌佛 就将圣迹寺 这个名字 赐给了三藏寺 所以三藏寺就更名为圣迹寺了 我在前面说了 法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 也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圣境界 这些圣境界绝不是魔术或作假的表演 而是佛菩萨的险境 当然所有参加这些法会的大众 都能得到相应的加持 如果我们的听众 对于这个法会的这个事情 还想了解更多 可以在节目之外 也可以跟若慧法师取得联络 旧金山华藏寺的电话是 415-920-9816 南加州圣基寺的电话是 626-797-1590 626-797-1590 当然如果听众 也想了解更多 《戒心经说真谛》这部经书的话 也都可以和寺庙取得联络 不过我们这档的节目 每周日的上午10点钟 在前半部分 也就会有《戒心经说真谛》的 这本经书的诵读 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借助这个机会 可以用声音的这种方式 让更多的朋友 可能更容易 也都更方便 能够了解《戒心经说真谛》这本佛书 我们也希望这个时间 也是成为大家能够学习这本佛书最佳的途径 要密切留意我们每周的播出时间 留意我们每一次分享的内容 那我们这期节目时间又到了 非常感谢华藏寺主持 若惠法师 谢谢法师您的分享 谢谢法师 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 《拿摩第三世多节枪佛说法》 《戒心经说真谛》节目 敬请留意 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 请与圣基寺联络 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